先见路中央蔬果洒满地 骑士好心下车帮忙捡食 没想到这时一辆车出现 竟把人当空气高速冲撞 骑士当场被撞到弹气 炮物线喷飞 重摔爆头 骑士混沌马路 一旁散落满地茄子 他竟是为了捡茄子 赔上性命 原来不久前 一辆货车行进三重 掉落一箱货物 后方旧车梦撞上去 把箱子念爆 瞬间天女散花茄子 狂炸一地 行进的热心骑士 下车清理 想不到被后车撞上惨死 但惊悚车撞人 也发生在桃园 女儿搀扶着老妈妈 趁没车赶快过马路 眼看再走两步就要到了 想不到下一秒 右方一部机车 飞速狂飙而来 梦力撞上两人 瞬间如包林秋拼般 狂倒一地滚啊滚 民众吓到目瞪口呆 老夫人更被撞到命危 83岁行人 人在医院抢救中 小虾米遇上大惊云 还有这一辆邮局的 邮物车又转路口 后方执行女轻士却疑似反应不及 高速撞上弹飞 有物车来不及刹车 竟继续将人整个碾过 女轻士喵背吃进车底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民众拿出千金顶合理台车 竟消根爬进车子底下 与时间抢命 紧急治疗后 七七四的恢复心跳 历经生死瞬间 见惠一命 记者黄一俊 黄玉兰 组合报道 我是陈怡荣 播报工作就像是突发新闻 你永远不会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 而棚内的第一线 总是充满刺激与挑战 更多新闻资讯 请锁定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和开启小铃铛喔